大家好,又是關注食的時間 假期的時候都是港人北上 今集我們去了深圳的萬格海鮮火鍋 這間海鮮火鍋位於深圳的龍華天雄購物中心 如果坐地鐵的話,就在四號線或者六號線 經這個洪山站A1出口 大概走五分鐘就去到天雄購物中心 這個地址就在龍華購物中心上的三樓 L348號 這個萬格海鮮火鍋 收費是279元人民幣 即是折港幣現在大概是三百零幾 兩個小時就任喝任吃 主打有澳洲的南龍蝦、羅士蝦、鮑魚 還有大閘蟹 這期大閘蟹的時間 也有九折蝦、花蘿、生蠔、日式刺身等等 其實食物的選擇就非常多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環境 一般在國內深圳這些地方吃自助餐 環境就非常之舒服 位置都算寬敞 我們今次大班人坐到間房 都相當之舒服 閒話休提 跟大家說一下食物 大家會見到 在這間萬格海鮮火鍋的門口 就已經有一個 好像叫活海鮮的魚缸 就像你平時去買海鮮一樣 因為它這個主打就叫做 生蠻活海鮮放題 即是說你這裡撈完海鮮 一會兒就可以進去煮 通常我習慣就是 每一次去不同的自助餐餐廳 除了看一個環境之外 也會看看 叫做what around 看看 有些什麼大概 有些什麼食物 走一個圈 知道自己想吃什麼 有些什麼次序 然後才開始爭取時間 在那兩個小時裡面 就拿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當然 它本身最主要就是活海鮮 當然要看一下 看到一些鱸 配殼類的 其實都非常之新鮮 也都相當多 即是眨眼看 起碼都有五六樣 尤其是鮑魚 就非常之新鮮 這裡就幾好 有兩格的火鍋 下面就給你做傳統的打邊爐 加水 加配料就是打邊爐 另外一隻就是 在上面就有個蒸爐 即是好像你平時在香港吃蒸海鮮 變成你想蒸又可以 想放下去煮 也都任君選擇 那我覺得這個做法就幾好 你會見到 那些人都是拿著一個烤 那樣 就是拿來裝海鮮 不過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些海鮮 真的非常之生猛 當你放下去的時候 遇上一些好生猛 跳跳紮的 隨時就會彈出來 甚至乎 當你去煮的時候 也有機會會彈出來 經常都見到 在海鮮蕩旁邊 就很多那些活海鮮 乱乱下就跌出來 就好像在街市的情況 可見那些海鮮 都算是非常生猛 當然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這個澳洲南龍蝦 本身來說 如果你在香港 就通常吃的叫龍蝦仔 但是這隻澳洲南龍 跟龍蝦仔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非常之新鮮 那麼基本上呢 你放下去 無論是蒸也好 或者煮都非常之好吃 很鮮甜 當然不少就是 那些九折蝦 和這個羅士蝦 另外還有花蘿 和這隻 大隻一點的 類似是榮蘿 都是非常之鮮甜 又沒有沙 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你去到吃海鮮 那部分 你只吃這個澳洲南龍 羅士蝦 和那些九折蝦 連鮑魚 基本上你已經回本了 好新鮮的九折蝦 鮑魚大大隻 也都好鮮甜 始終它這裏是 主打吃海鮮 所以呢 每一次走到出來 都見到非常多人 在拿著海鮮 還有一大盤的 蝦 羅 九折蝦 和灑蜆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呢 就是它除了海鮮之外 我就很喜歡這個 就是打邊爐裡面 有新鮮牛吃 它就有釣籠 亦都有使命 基本上如果你回國內 吃這個牛的火鍋的話 這兩隻都是最好吃的部分 你看到那些師傅 不停地切 一邊切 然後你這裏拿回去 轉頭你就放下去 綠 怎麼會不新鮮呢 基本上如果 你是喜歡吃牛 那些牛胸 吃十碟八碟 應該絕對就沒有問題 我自己就非常喜歡了 因為它們這期就是大集蟹季節 所以也都 任你拿 任你蒸來吃 蒸出來的話 也有高的 不過呢 相比起 那些海鮮的話 大集蟹就相對比下去 始終太多食物了 如果你喜歡吃大集蟹的話 應該都滿足到你的 那 除了活海鮮之外 也都有不少的海鮮選擇 還有就是圓背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我吃過圓背 就覺得怪怪的 味道好像有點不正常 另外呢 還有就是 生蠔 另外也都有帶子 聖子 還有呢 右手邊這個是海鮮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國內呢 每次來自助餐 都見到有海鮮 我就沒吃過了 至於熟食方面呢 其實都不少的 有炒蟹 也都有在焗爐裡面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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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焗出來的 這個叫做 烤榴槤 也都非常好吃 如果沒吃過的朋友 其實烤榴槤 焗出來之後 感覺好像比新鮮榴槤更甜 不過呢 就略鹽漏了一點 如果你多吃幾隻的話 可能你吃不到其他東西 另外呢 也都不少得它有個 好像是扒爐 鐵板燒 基本上都有 羊扒 牛扒 也都會煎很多東西 譬如煎蝦 還有煎雞翼 還有就是煎各式各樣的魚 銀雪魚 抽刀魚等等 這個煎爐煎出來的都幾出色 旁邊還有個燒烤爐 除了它會燒這個蒜蓉生蠔之外 還有就是會燒這個串燒蝦 也都有抽刀魚等等 喜歡吃蒜蓉生蠔的話 這裡都滿足到你 因為都算是幾大隻 也都燒出來都幾香 presentation 還有摆擧鰡 還有葡撻鰻 鰓鰓 還有葡捕鰓烤焗鰅 還有人生蠔 各式各樣的飲料 這裡的飲料全都幾道 真的超級大 另外另外 add east 水果 其實可以세 每次去到國內的自助餐,其實吃水果都是頗重要的一部分 因為你太多東西吃,會吃到很膩 吃下新鮮的水果,水果的選擇都算多少 還有就是雪糕,基本上國內的雪糕我就很少吃 但是這裡有朱古力、有蘑菇奶、也有士多啤梨 比想像中好吃,這裡是可以吃的 總括來說,這間萬格海鮮火鍋基本上有滿足你想吃的東西 它除了主打這個沙萬活海鮮放蹄給你兩個小時內吃之外 我就覺得在熟食方面,我覺得這間都是選擇比較多和比較豐富 也都挺好吃,印象中好像煎雞翼、燒羊架、牛扒、烤榴槤 九折蝦、燒蠔等等,都算是有些水準,做得挺好吃的 即是說,如果以279元人民幣折港幣大概300元左右這個價錢 應該都滿足到你,問題就是兩個小時內你就要取捨 因為選擇真的很多,總括來說,種類多 回本容易,價錢也公道,CP值也算是高 這個價錢有這麼多食物,我覺得都算是值得吃的 很好,OK 02414 非常好吃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